长荣航空跟济师工会的这场劳资争议 终于在今天1月28号 在晚上的8点30分画下据点 那这个只是个开始 它不会是一个解释 我相信它真正意识到了飞行员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尊重我们一直以来 在维护我们飞行工作上的安全 还有我们的专业度 所以我相信这一点 我们让公司看到了飞行员的价值 而且在市场上面 的确我们也值得公司拿相对应的薪资 来对待我们的付出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 身为工会 我们也持续的跟国外接轨 来建立我们飞行员自己的专业的一个能力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 将国外的一些专业知识 更领先国际的方式来带回台湾 针对目前的三场和三个这个劳资争议的项目 目前我们是签署了和平协议的部分 到民国115年的5月31号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